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黑桃一个方片才能开始分牌 是吧 他手牌比较少 还不一定错得成 是吧 好 他这个黑桃这个无限已经用了 是吧 他这时候用了之后已经不能再展书了 他一共只能有四张书 曹瑞跳了个钟 然后这个珠环刚才放蓝蛮贼 估计是为了帮蔡庸完成分通博大业 是吧 只不过比较遗憾 蔡庸本来自己就可以完成的 这时候蔡庸看看三张牌 三张牌里面有没有方片跟黑桃 如果没有的话就回去有黑桃 他有黑桃有方片 但是他没有选择分牌 选择抓一个家里马想保命 是吧 这个你没必要 你看这个不但保不成命 你的书还分不出去了 你这个轮不分 那真有可能就分不出去了 好了 这里有曹庸帮忙 但是这个家里马正好完美的 让曹庸无法帮他慷慨 可以说蔡庸绝对的败笔 他为了留一个家里马使得他通博 没有分牌 大家看见他只缺这一个花色 是吧 结果没分牌 这四点的收益白白的浪费 同时曹庸还不能保护你 这曹庸都骂了对着曹庸上加一 是吧 反正就直接倒下了 这个蔡蔡的蔡庸 本来他很好的机会 第二轮就可以分牌了 他白白的把这个机会给浪费了 好 这个珠环没有受伤 他是不能跳气牌 发动这个旁扣的是吧 然后结果主攻却对着他一顿猛打 把他打得受伤了 那待会珠环就猛了 直接又跳气牌 又强制压血 他卡不住 好 左时表示主攻太蠢 你打长步就完了 现在左时也只能开始打珠环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是吧 结果他滑旋还失败了 好 既然大家都打珠环了 咱们也跟着打珠环 是吧 这一打磨了一个牌 有 结果珠环直接逃跑了 磨了个去 是吧 咱们打珠环是必须的 不打死他每回合 压主攻的血 咱是救不回来的 是吧 结果这样 珠环直接逃跑 就让人表示非常的诡异 是吧 你逃跑干嘛 至少还可以白白的跳气牌 打主攻一点血 不过测试服 这种事情很正常 这是我们乌漏偏逢 连夜雨 本来内奸就来赢 还碰了一个不合作的反贼 这个曹昂也不合作 你看他托管了 是吧 他慷慨也废掉了 是吧 这把我们就非常艰难了 估计只有神司马懿 这一个值得尊敬的盟友了 是吧 只有他会好好玩 你看这曹昂肯定是没指望了 直接待会对曹昂加一个傀儡 把他杀了 即使我们不杀曹昂 其主攻方也肯定是优先杀曹昂的 是吧 赶紧给曹昂一个傀儡 争取赶紧赶快摸到牌 咦 我们给曹瑞一个傀儡 给曹瑞一个傀儡有啥意思 这是有人会打曹瑞吗 有人打得着曹瑞吗 人家有这个人王盾呢 好 还不过真别说 这个闪电说不定会打到 你看我们刚才如果给曹昂加傀儡的话 这时候已经摸到第四张 说不定摸到第五张 你看这这这这纯粹就是少摸两张牌 悲剧啊悲剧啊 好 曹昂估计要被佐词给收了 是吧 可能佐词说这个 这个反正主角上骂骂咧咧咧的 这个芙蓉他是没有杀 结果司马懿也没亮闪 人家不怕你对他造成伤害 是吧 好 赶紧给曹昂加傀儡 赶紧把曹昂给代飞吧 咱又没有把曹昂给代飞 不知道什么 代飞了咱就没牌摸了 那是让别人打曹昂的时候 咱用桃子救一下 可以摸一个牌 好 神司马懿这个闪电劈他一下 虽然我们只摸一张牌 带也是不错的啊 好 曹昂刚才判了个黑色摸三张 被神司马懿改成红是吧 好 杀人我们救一下 又摸一张摸到五张牌 如果我们给曹昂跟曹昂的 傀儡的顺序反过来一下的话 我们已经觉醒了 这一轮就已经可以觉醒了 只不过我们正好搞错了 咦 曹昂又回来了 曹昂又回来了 还动了两下 是吧 当然也没有太大的意义 好 佐词开始搞我们 他用伞我们暂时杀是吧 好 一杀 曹昂死了 咱们牌没摸到 但是传导给神司马懿 咱摸一张牌 同时把佐词给翻面了 好 万箭齐发 咱又摸一张牌 终于还是觉醒了 还是觉醒了 不错 看来只是少摸了两张牌 没有影响我们觉醒 你看 曹昂也被万箭齐发打了 这是刷刷摸了 你摸到第八张了 好 佐词是一个翻面状态 我们给傀儡给魏妍 是吧 咱会可以一个火攻 同时火攻三个 我来个去 你能保证三个都命中 拆我们一张持有放火剑 咱们不要紧 裤裆还藏了一个 虽然长度不是很厉害 但也是可以的 好 神司马懿 让曹昂判黑 是吧 然后又对火攻 对主攻搞了一下 我觉得没必要带上主攻 万一主攻被秒了 这还不好说 这家伙是有完杀的 好 这个杀 如果额外指定目标 那就是神司马懿 抱他菊花了 咱们肯定不会这么做 曹昂还不一定死的了 是吧 这个盟友 我们还是很需要的 好 你看这杀了还是白杀 人家直接叛红 曹昂不错 给力 吃了一个桃 回到三学 曹昂能行动 佐石跟魏妍 都是不能行动的 把我们给乐了 他自己也要被翻面 是吧 杀神司马懿 直接把曹昂也翻了 这祖宗方三人全部翻面 咱们这个 咱们这是卡了 怎么回事 刚才可以搞傀儡 咱们没用 估计是卡了 没有理由 该用傀儡不用傀儡 好 这个角斗是完杀 把佐石给完杀 但是他自己不能发动连破 因为佐石是用个王毅 他自己流失体力而死 这个连破是需要是神司马懿 杀死的 好 咱们这回终于知道 搞傀儡了 是吧 可以来一个一拆二 然后再一个杀 这个可惜没杀中 桃子吃了吗 人家的凉血 你也凉血 没必要留这个桃子 好 神司马懿搞了一个家里马 但他不是 他那个鬼才是 标司马懿的鬼才 不是借司马懿的鬼才 他这个家里马是不能改的 咱们桃子还留对了 这个桃子旧的漂亮 这个神司马懿把魏妍翻了 为什么不翻曹瑞 他可能觉得曹瑞是一个菊花裸露状态 不想翻曹瑞 想让我们抱他菊花 是吧 可惜咱们没有红杀 这家伙有人望顿 好 神司马懿来了一个极略 你看我们老是杀祖公 这很有可能不会神司马懿偷了 当然这个祖公目前来说还比较健康 还没有太大的问题 好 一拆二 然后再杀曹瑞 这一杀肯定是叛黑 叛红的话有神司马懿在 是吧 也肯定是命中 神司马懿只要手上留一个非红桃就可以了 好 这一个制衡 啪的一下一堆牌气了 留一个牌肯定是非红桃 那你叛红桃也给你改成非红桃 好 那现在我们可以来一个一杀二 带走神司马懿跟曹瑞了 看看有没有杀 咱们只需要一张杀 好 哎呀 这太爽了 这又有杀还有顺 可以同时抱两个菊花 是吧 杀曹瑞 同时带上神司马懿 甚至还可以带上主公 啪的一下 先把神司马懿的菊花抱 这要是蚕食双暴菊 抱完一个老的 再抱一个小的 咱吃完嫩的 再吃老的 吃完老的再吃嫩的 是吧 好 跟主公进入单挑了 这个单挑肯定就是稳的了 是吧 咱有傀儡 就有家里马 这是一个傀儡 是吧 然后再一个气 你杀我们搞什么 咱都可以挡掉 这没必要用无限的 这个蓝蛮 这叫不会玩什么 这蓝蛮可以用傀儡挡掉的 你傀儡留的是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你每次回合开始 你还可以给他加一个傀儡 他头上有傀儡 你就不能加傀儡了 他如果傀儡 你把它用掉 比如说你用 你看我们这明摆 明摆的主持者不会玩 他如果用这个傀儡 挡掉这个借刀 或者挡掉刚才的蓝蛮的话 你看比如说挡掉这个杀的话 你都是可以的 你不挡白不挡 你看你每回合开始 你都是可以 你看我们又不挡 当然这个是他本来就是白杀的 我们现在已经忘掉自己的蚕食技能了 咱们就当白板跟卫妍单挑 你何必呢 何苦呢 是吧 明显他没有看我的主持者 那一期 挡掉傀儡 留着没有任何意义 每次你回合开始的时候 你的种 怀 是每次你的回合 和开始 你都可以 让卫妍头上顶一个傀儡 是吧 所以说这个傀儡是 不用白不用 用了也白用 好 但是一杀 带飞了没没带飞 慢慢打 咱们感觉就准备用这个藤甲 把他搞死 你看人家决斗 咱也不把这个傀儡挡掉 把他杀我们 咱也不把傀儡挡掉 不知道为啥 待会人家一个火杀把你带飞了 我看你还用不用傀儡 不过anyway 就是非要这么高端 就是这么屌 咱不用技能 就凭自己的白板 也能把助攻给拿下 但是这把的最亮的地方 就是那个双暴局 暴完老的暴愣的 相当漂亮 而且非常不容易的是 两个反贼不合作的状态下 咱依然完成了内奸的胜利 好 主角爱丽叫 若波 若波陀说墨 就是这么拗口 我服了 I服了you 感谢他的投稿 好 回到正式服 看看一个二号位 原罪位的反贼 是怎么个玩法 好 选择李延 主攻是小胖子 是吧 这个场上的降面都比较素 哎呦不素 有个神里萌 虽然是鼠将 好 看看这把是巨型如何发展 呦八号位是个司马懿 看来我们二号位要承担原罪了 没有小胖 亮出了长度去打春哥了 好 咱们搞了一下神里萌 是吧 然后一个乐不思索 这是咱们是跳钟还是跳板 明板跳了一个钟 好 好优酷电视台 YouTube电视台 B站电视台 欢迎您收看 普普贵货 为您带来的三国沙奥斯卡 是吧 张之华跳了一个钟程 那主攻搞错了 好 这个神里萌的这个乐不思索 中了是吧 他只能摸四张牌之后 呱的七一大把 手上留三张牌过 咱们把他乐住 使他跳不出身份来 那咱们就可以混乱这个身份了 好 马带应该也跳了钟 因为张之华是可以打到的 是可以潜规则张之华的 好 好这时候这个佐词跳了一个反 把马带搞一搞 冰冰杀一杀 又挂了一个闪电 你不怕司马懿劈死你啊 我那个去 好这个双桥也挂了一个闪电 大家都对司马懿这么有信心 那估计是反贼的可能性比较大 你跳了反了 好大家都认为司马懿是反 司马懿会让他们失望吗 因为我们是反 我们对这个事还是比较 没谱的是吧 好在司马懿还真跳了一个反 那这个神里萌我们就要打对了 是忠诚 好 对 那是反贼打忠诚 我们跳的是忠 来放拳 放到这来 来 你看你放对了 是吧 好把司马懿的无限格机拿过来 吃一个桃 铁锁连环 咱们把身份就可以跳过来了 是吧 我们可是联动两次 是杀一下 好 一个蓝蛮路心 甭把司马懿给打死 死了没有 估计是没人救 是个内奸 打死了 桃子也不吃了 我说过 装身份屌就是这么屌 咱一旦装身攻 是对敌人 是一个心理上致命的打击 你看这内奸已经不想玩了 一上来被搞成这样忠诚 打他反贼 搞他 桃子也不想吃了 没啥意义了是吧 那现在我们直接就要赢了吧 这四打三 主攻成熊样了 那还有什么玄灵吗 两个闪电走到主攻这里一批 不是一切就完了吗 主攻都表示要收下我的膝盖了 这已经对我们是无比的崇拜 好 这个大桥能搞死吗 没搞死 这个司马懿来搞死他吧 搞不死的话 这个使用蒜古剑也能搞死是吧 好 第一天改变 碰 柴子虽有限 然后大字 哟 我去居然没没死 这个比较屌是吧 咱这个无蟹想留着 这为什么要留着 无蟹这个闪电还是怕热呀 这闪电肯定批不到的 好抢过来 这一撒 现在桃子该没了吧 现在桃子该被炸光了吧 我们二号位一个精彩奥斯卡 骗到了放拳 是吧 首先咱们把反贼身份嫁祸给这个神力盟 正好位置下面的两个忠诚就夹杀这个内奸了 是吧 然后第二轮骗到了主攻放拳 咱们把身份一跳回来 这神力盟已经神仙拦救了 他也乖乖的脚枪弃掉了桃子 被我们给玩死了 连这个左思都表示要对我们献上膝盖 好 组织角又是奔明摆 感谢他的投稿 好 这把我们看回到一个主攻 哎呀这主流的不能再主流P公子 是吧 看P公子这把是如何玩啊 好 厂商的匠面呢 有陈寗了 有这个迷魂禅 是吧 这是张和 哎呀 还有邓爱 这个宋威系的 这估计是邓爱 是吧 迷魂禅这个位置不知道是中还是反 陈寗 也都可以是吧 咱们先杀郭佳一下 结果郭佳很很给面子 给了一个无通事友 我觉得他可以把无通事友自己留着 是吧 这张和比较相反 你给我们咱长度又不够 你还不自己留着无通事友 给我们一个别的牌 要跳一下中 是吧 好这个张和果然 不是果然 这是被杀了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才叫果然跳反 是吧 把这个冰凉冲断气掉 加一码挡到自己的身上 好 那看陈寗 顺手牵羊 不知道啥身份 看了个无通事友也不知道啥身份 看了个桃园结义 那就是反这无疑了 你看 加了选择又给张和补牌 然后打我们 我们翻谁呢 我们选择翻后面的离婚禅 是吧 我们觉得张和已经动过了 这个放逐最牛逼的就是让你不出牌 直接不出牌 就被我们限制住 是吧 我们就赌了离婚禅是反 不知道是是对是错 看看再说 这个国家表示我们就赌的太大 让离婚禅是中的可能性比较高 但是我们赌对了 在国家那里就不用骂我们菜了 你我们赌错了 你可以骂我们菜了 我们赌对了就没没必要再骂了 是吧 这是咱们多么英明神武 这个翻一个没有行动的肯定比翻一个行动过的 更加滑的来了 好 这个邓爱给有仁德的佐词打了一下 那这个佐词很爽 待会回血回的刷刷的是吧 好 那我们可惜被卡了这里 这是左边邓爱不敢碰 右边国家打了也没没啥意思 好张和这么一个气牌偷被张一彩有点克制 是吧 但这个兵对国家来说无所谓 这个乐对佐词来说还是有点伤 对我们来说也有点伤 好这个陈琳杀佐词没有杀中 然后再一个笔伐 诶他宋慈 宋慈 张一彩这牌多的问题不大 好这个笔伐要笔伐吗 呦他最后肯定是个好牌 舍不得笔伐是吧 好佐词还是一个伦德 命中了 弃一个桃子 这有钱的 估计他鼓器也是被灵魂禅抢 估计是这个意思 好灵魂禅抢了佐词 看能杀此佐词吗 这个火攻没有命中 悲剧是吧 杀这个佐词吃一个桃 挂起诸葛联弩 没必要托管 这没杀死 佐词又少刷了一个花生 好张一彩也被乐 这把我们烈士哒哒的 这老是被乐 然后我们现在又被乐 这个郭佳又被兵 是吧 佐词被打死 没桃子救 佐词表示大势已去 确实是有点大势已去的样子 但我们作为一个主公 要坚持住 张一彩还有桃子 佐词还没有死 但他估计是挡不住 这个张和郭朝成林的二连击了 咱们动不了 另外咱们能动都不一定能干啥 是吧 这是一个被卡距离的状态 我们能动不一定是顺过郭佳的长武器来发飙了 好 这个闪电可以天杜给我们送威一下 然后冰凉 又可以天杜 还是梅花 再可以送威一下 是吧 送了一个无中之友 一个铁锁连环 这两个都是神牌 因为咱们已经有古灵刀跟火杀了 是吧 再加上这个铁锁 加上这个无中 这可以说是一个神送威 这绝对的神送威 好 郭佳还挂上藤甲 待会直接借忠诚 借忠诚的藤甲来 现在就怕张和偷门 你千万不要偷门 不要偷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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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偷谁 偷了国家跟佐词 是吧 我觉得张和偷的是没有水平 因为有顺微的存在 我们手上是有非防御牌的 何况我们还被热了 你肯定是从手上有好牌的这个人来偷 是吧 你不要偷已经出过牌的人 出过牌的人 顶多人偷一个杀伞 是吧 这个宋词 直接把古灵刀气了 准备借忠诚来了 是吧 这四个牌是哪个都不能气的 好 国家还是在说我们菜 我不知道他观点是哪来的 反正待会要靠 待会要翻盘 就靠我们了 蓝盘中心放的相当漂亮 肯定是翻没有行动的 邓爱 我们主角的翻面是非常的有原则 永远是翻 优先翻没有行动的 好 好这个又有一个啊 两个反贼在贴手上啊 相当的漂亮是吧 待会把这个看看陈琳能不能收啊 不能收的话 咱连上郭家和这个张合 或者郭家跟灯爱也是可以的啊 这个无中生有 哇又是一个蓝盘中心 这两个中神挂腾甲实在是太爽了 太爽了是吧 好那这样陈琳还没有死啊 没有死的话那你就要享受烈焰焚身了啊 好咱们顺过他的木楼马 难道要给郭家一个酒吗 哦对 我们怕酒杀郭家 郭家扛不住是吧 咱们连上灯爱没有连上张合 这是为啥 好咱们这一个杀 我们估计是啊 这个哦 因为我们要待会要行商这个助连弩 啊我们主角的还是很有想法的是吧 搞灯爱 因为咱们行商这要助个连弩 可以直接把灯爱给搞死是吧 好这个连上张合还有个过拆 可以先拆掉他 哎这个简易加一码啊 没必要拆吧 是吧 当然我们如果想从张合这里下手啊 你拆加一码也是有说了过去的 是吧 从张合这里下手下手死了呗 灯爱选择救张合自己 哎呦自己还还没死啊 好那咱们再来一个杀杀 杀张合看上他这个手牌不拆一眼 没什么问题是吧 好这个这个 吊人表示你两个桃子都不救我 嘿嘿 当然现在说这些都已经晚了啊 你灯爱安心的去吧 一个酒甭啊 咱直接全部都给打飞是吧 张合表示救了你也过不了啊 这个郭家啊 但吊人说救我主公就不会行商AK了 不过按另一位啊 这把不知道这个说我们蔡的郭家是什么心态啊 我们这把打的非常的霸气 但翻面也翻的相当有原则啊 当然凭凶而论第一轮翻 李宏山赌的有点大啊 因为李宏山有可能是 选择那个忠诚来跟你配合的 但好歹咱赌赢了 是吧 第二次翻灯爱的时候一点问题也没有啊 然后通过利用郭家啊 然后一个大爆发行商 诸葛联组 直接打下全场 主角叫极致SUV 感谢他的投稿 好最后压轴一个六号位的内奸 是吧 看看这个主公孙权啊 孙翠翠 我们来了一个比较暴力的啊 这个郭图旁计 作为孙翠翠啊 主公咱们内奸必须要选择一个暴力一点 是吧 否则这主公抗不住啊 你要选一个中会邓爱 这个之类的说不定啊 你还没怎么发挥主公就跪了啊 好我们看主公甩了一个蓝弄心 姬康难道是忠诚 舍不得让主公掉血啊 当然孙权也不是特别的怕姬康啊 因为姬康让孙权掉血 却会给他补一个装备 是吧 这孙权本来装备牌就可以吃横的是吧 也不是特别的害怕啊 好 曹瑞吃了一个桃 然后哇 这一个忠诚跳的 主公至少安全性是有保证的啊 我们还是比较happy的啊 好佐治这一个顺 这个体友连环也跳了一个钟 那后面就全是犯贼了啊 春哥姬康 哎呦 这个真姬还是个离线 直接被种死了啊 那那个没那么简单 那我们把真姬给收了吧 他既然是一个离开状态 应该不会用倾国 咱们一个万箭是可以把真姬给松掉的 哎 这个姬康是看到我的录像了吗 他直接这个这个火攻自己是吧 然后又给曹瑞啊 那个让曹瑞体力流失哎呦 然后再通过铁锁连环 通过这样的制裁 又让曹瑞体力流失了一把啊 然后树上枪又给他补牌啊 这相当的漂亮啊 这一下子把曹瑞这个比较有硬度的忠诚 打成了这种熊样啊 哎呀咱们又是蓝蛮又是万箭霸气无比 是吧 先把真姬给收了再说造成一点伤害啊 然后再打这个主攻没有造成伤害 打曹瑞又造成一点伤害 即使曹瑞不死 咱们这个急攻二已经成功了啊 直接死了啊 赢了正好一反一中这王很不错是吧 又造成一点伤害 打姬康又造成一点伤害 但姬康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是吧 没有对我们发动他的情啊 因为这个清闲啊 因为张志华是没跳身份的啊 好那咱们现在把身份跳出来 一个拆再一个蓝弄青 那估计姬康就要搞我们了啊 但搞我们也无所谓了 咱们已经养肥了是吧 好已经急攻五 然后左磁来了急攻六啊 可以存六张牌 打张志华急攻七可以存七张牌啊 这一个杀急攻八可以存八张牌 咱们手上正好是七张牌 看树上枪死了没没死的话 哎呀 挂上这个木楼马挂上武器是吧 在木楼马里面啊 再挂上藤甲木楼马 再放一张牌 手上六张牌一张不用气啊 吊爆了啊 咱们第一轮过渡旁击 真是吊爆了是吧 好那现在这个孙权借到杀人 不让他借 然后这个九杀杀春哥 要带飞春哥带走吗 没带走没带走 最好啊最好这些反正人头 让我们来收啊 孙权这么多牌启动 现在打输了自己 却没有带鬼走春哥 佐茨又出了一个仁德的话 是又把孙权给养肥了啊 这把我们的压力还是有点大呀 有点大 那不要紧 有两个反贼在 能帮我们压压孙权吗 春哥不要让我们失望啊 这个 他打 选择去打佐茨那也可以啊 打佐茨不用被恩怨也是可以的 咱们这么多牌就不提供了是吧 看看 恩怨我们反正牌多 给了一张一点都不要紧啊 这个主攻必须要限制一下啊 你这么肥了是吧 好这个主攻不想存在 命中 牌少两张啊 这个大制衡 挂起来一杀春哥 砰的一下 又没桃子 咱们估计啊 还有桃子啊 咱们刚才还在犹豫救 还是不救你啊 好这一个猎公啊 你真的在都被那里猎公杀 你还不如选择那个法阵的炫祸 是吧 给主攻两张牌 让他杀春哥呢 好那佐茨怎么 这样就被搞死了吗 没那么容易 好 还恩怨了 西康一下 那春哥能掏出一个武器代杯 佐茨吗 看样子是可以的啊 直接主类反反啊 这个节奏非常不错呀 好那佐茨一死 春哥也就差不多了吧 这急功来了 这一个火功 嘣啊 这个春哥死了没 等死了啊 咱们又造成哎呦 诸葛连弩都来了啊 先用杖毛丝毛来一下 是吧 然后在顶上诸葛连弩 再来一下 死了没死了之后 哎呀他坑我们一下 给孙权来了一个觉想 是吧 那这个哎呦 这个觉想不得了 那主攻是回复体力 就要让我们掉血呀 这不得了啊 孙权这么多牌 找一个桃子 还是比较容易的是吧 那这样他一回复体力 就让我们流失一点啊 这个血的话 我们还是有点压力的啊 有点压力的 这个桃子不建议塞到 木轮连弩里面啊 当然也可以啊 他给我们给我们补充 这个装备 不可能出现另外一个宝物啊 军生场只有一个宝物 木轮连弩是不会被顶掉的是吧 好他第一轮没有找到桃子啊 松了一口气是吧 赶紧急功 赶紧急功啊 跟主攻你死我活啊 否则到后面 肯定是非常不好玩啊 这个决斗 好在这一个杀 吃一个桃子 杀 杀不到了啊 咱没距离了 我哪个去 这样子有点麻烦了啊 那主攻他找到桃子 那可怎么办呢 我们要流失体力了呀 不过他说不定 他给我们补充一个装备 给一个长装备呢 来果然啊 快看换了一个长装备 那这样的话 那就不计较了 是吧 虽然你给让我们流失了体力 但给我们一个装备之后 我们可以无视你的家里马了 是吧 这一个拆一个顺 然后再一个杀 甭命中了之后 我们可以存一张牌 然后加上母流的马 是吧 只用弃一个无用的接刀而已 啊 好那这样的话 非常有希望啊 只要他找不到闪九桃 咱这两个杀 肯定是带飞炭的 他顶多只有一个闪 好咱们再来一个急功 这肯定是五脑急功 这个九杀 如果你是闪的话 我们也赢了 你不是闪 我们也赢了 是吧 怎么样咱们都赢了 好 那郭图旁几 极其的霸气 这把这个激康 发挥的也不错 但我们发挥的更屌 是吧 主公是接受了激康的那个绝响的啊 这个这个有激贤的主公 依然 这样的主公顺权 依然倒在了我们郭图旁几 这个两个猥琐男的手下 非常不容易 主角七寸青山林 感谢他的投稿 今天视频部分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 后面继续砍砍三国 好我们接着上期继续来砍交州 是吧 那个交州这块地方啊 对中原网头来说 也是属于比较偏远的啊 虽然在汉朝几次将这边的造反给平定啊 但是毕竟离得比较远 是吧 所以平定之后 总是采取的政策 方针就是让交州相当于建立自治区啊 俗话俗话说就是交人自交是吧 让他们当地的人民实现自治啊 这个汉朝只派几个这个象征意义的派几个长官来就可以了啊 这种玩法呢 自然是后患无穷啊 那在中原王朝强大的时候啊 这里的人就比较老实啊 中原王朝开始衰落的时候 这边的这个反反抗又开始此起彼伏了啊 比如说我上期提到过了这个朱牙郡啊 这个在这块海南岛啊 当时是朱牙郡 就是因为这里的此起彼伏的造反太厉害是吧 又在又孤悬着海外 当时海军也不发达啊 所以说这个汉朝折腾了半天实在是觉得受不了了 就把这个海南岛这块领土给放弃了是吧 大家可以看这个三国的交州地图啊 这这块都不是啊 不是那个孙权的势力范围的是吧 孙权也是没有能力啊 在在这块实现统治的啊 那这里应该是有土著统治的 当时我上期还看错了是汉原地的时候放弃的啊 不是汉宣地的时候放弃的 汉宣地的时候是放弃的西域的一块车湿的囤田啊 那也是同样的原因是吧 中原王朝已经没有那么强大了 已经没办法在这么远的地方 实现自己的影响力啊 当时啊这种玩法后期的诸葛亮也用过呀 大家知道诸葛亮七情梦获平定了这个南蛮之后 他就回去了 当时也是让南蛮的那些人实现自治是吧 俗称说的是蛮人自蛮啊 就是梦获的啊 将让梦获这帮人当首领 让他们来实现统治啊 自己就不留兵了 当时有人劝诸葛亮这样的话是后患无穷啊 诸葛亮就跟他讲了一番大道理是吧 你这个留兵 那个麻烦大得很 你留人要留兵 那你这个每次要往这里运不少粮草 对我们国力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打击啊 而且你留了兵呢 这个对啊 少数民族在这个传大的信心 也就是对他们不信任啊 这个也会让他们造成反抗 是吧 总之啊咱们就让他实现自治啊 他们就会很安稳的啊 诸葛亮的这个传记总是把这个方针啊 吹的是也呃是厉害的不得了是吧 实际上是汉武帝啊 这边光武帝刘秀啊 他们早就实行了这道方针啊 他们实行这道方针造成后患无穷 焦州呃在中原王朝摔入的时候会反叛 诸葛亮这道方针那也是后患无穷啊 这个诸葛亮的传记是吹诸葛亮 但是在张力的传记里面写的很清楚啊 诸葛亮这道方针实行军队一撤走 那那边又开始啊又开始反反抗了是吧 这个益州南部有一个叫月月衰郡啊 月衰郡那个郡离的比较偏远啊 在诸葛亮一走里面蛮人又开始闹 闹了那个郡的那个 慈禧彼伏的叛乱那个郡的太守都不敢上任啊 只能在800里以外的一个县的地方办公是吧 那后来是张力带着兵马去把那个判断给平定了是吧 那显然张力带着兵马那就是要那个成都那边又需要花钱啊 那个比直接像诸葛亮在那里直接留下一个一块兵马啊 那个镇压当时呢当地的判断他肯定花的钱要更多一些啊 总之这种玩法是一个后患无穷的玩法 但是也是一个不得已的一个玩法是吧 毕竟这么远的地方啊 像诸葛亮说你要派着驻军在这里 那以后的后勤的那个运粮 那绝对是一个大无敌动啊 绝对是要把中原王朝给抛空的啊 所以同样的原因啊 这个焦州在这个啊 东汉开始衰落的时候 判断又开始此起彼伏了啊 这个到最后我们的释谢啊 释谢大哥就抓住了机会 在焦州实现了统治 在释谢之前啊 焦州换了几个刺死 什么丁弓啊 这个丁弓这个人比较流 三国演义里面对他记载的比较啊 三国里面对他记载的比较少是吧 然后这个三国沙三国之十一也没有出现这个人 这个人是个流人 他在焦州当刺死就有点像是这个出去杜金 在偏远地方出去杜一层金 就回去当上了三公的职位啊 然后他就看上了释谢的弟弟啊 这个释仪把释仪调到中央去当了大官 在这之前释谢啊本身是一个焦州 他是一个潘语人啊 但是相当于是这个这个广西啊 广西人啊 是广东人啊 潘语是广东的啊 就在这个位置 他是潘语人啊 他他他祖上是这个玉州人啊 但是是很早以前是王宝那个时候 西汉墨连释谢的祖上就跑到这个焦州来了啊 所以释谢是土生土长的焦州人潘语人 是吧 但是他比较流逼 家里是势力比较大 有钱让他到中原王朝去留学啊 是学习精学是吧 他的弟弟又被焦州刺死丁公给看上 带到这个中原王朝去当了一个大官是吧 所以在焦州开始出现叛乱之后 释谢这样的在本地的地头蛇啊 又本身又有中原王朝的光环 是吧 渡过惊的马上就在焦州实现了统治 他们兄弟四人占据了 焦州的四个七个军中的四个啊 焦州七个军 大家看到比较偏远的日南军呢 什么九真军呢 焦子军呢 然后这个稍微离啊 这个中原王朝近一点的有玉林军 是吧 和服军啊 当然这是孙权的这个时期啊 这个玉林军和服军啊 和服军是有啊 这个苍武军也是有是吧 这个这个这个南海军也是有 是吧 那剩下几个军他可能是孙权后来自己画出来的 总之 释谢他流逼之后 他是焦子军的老大是吧 然后他的还有三个弟弟啊 是和服军 也是他的 是他一个弟弟作为这个军手啊 这个南海军也是他的弟弟作为一个军手 是吧 还有一个军我那个忘记了 待会查一查是吧 总之焦子啊 焦州七个军 释谢一个人就独占了啊 他一家就独占了四个是吧 可见他是绝对的啊 焦州的大佬啊 他作为一个焦州人啊 在焦州啊 实现了这个焦人自焦的统治啊 另外几个军呢 是因为当时刘表比较强大啊 荆州的刘表他用他的势力在这 占据了焦州的几个军啊 一个是这个他派刘表派了一个 焦州赤子叫赖公啊 这个人也比较没有什么名气 但另外一个人大家可能听说过叫 吴炬啊 吴炬啊 吴炬就在昌吴郡啊 这个昌吴郡的太守 为什么吴炬有名呢 因为刘备曾经被曹操长远坡打败了之后 忽悠鲁述说 他跟这个昌吴太守吴炬有一点交情 准备去投靠这个吴炬的是吧 所以吴炬这个人 因刘备的这句话被更多人记住了啊 可见吴炬是刘表派过来的是吧 所以刘备在刘表的手下的一段时间 跟吴炬有交情啊 交集是一点都不奇怪的啊 好啊现在焦州士家士谢一家是最大的势力 同时刘表他的势力也影响到了焦州 赖宫跟吴炬啊 都是当地的大佬 但是吴炬后来这个人野心比较大 把赖宫给赶走了是吧 他一个人就占据了昌吴郡啊 估计还有这个玉林郡啊 这一点的地方是吧 成为这个另外一个焦州大佬 那作为士谢啊 对这个吴炬啊 对士谢来说这个昌吴太守吴炬 那就是士谢的眼中钉啊 当然士谢就抓住了一个机会 跟孙权合作 把吴炬给淘汰出局了 我们下期接着看 辟策 他